大家好 静音这个话题说了好几集了 每次都有新的发现 机箱风扇已经折腾的差不多了 现在机箱噪音的重点放在了电源上 目前电源的解决方案有两个 A计划是酷冷GX650走售后 B计划是买个新电源 新电源初步选定的是海运的Focus系列 GX650或者GX750 其实当前台式机硬件的配置 450瓦的电源都够用 电源这东西还是要多买一些余量 毕竟人家是十年之宝 差不多要能满足两代升级 海运电源系列也很多 Focus系列比Core系列要高端 GX那个G代表的是金牌 X代表的是全模组 其实我对这些不是特别在意 关注的是静音效果 客服说Focus的GX系列的电源 它带自动启停技术 这个我很喜欢 负载低于40%的时候 电源的风扇是不转的 这正是我需要的 平时看网页写东西 功耗负载不大 CPU差不多是30瓦 显卡20瓦左右 如果是750瓦的电源 它的40%是300瓦 我估计在玩游戏的时候 电源的风扇可能都不转 如果是550瓦的电源 它的40%是220瓦 绝大多数也是够用的 风扇也不会转 550瓦的价格是669 650瓦是749 750瓦是849 都不便宜 又开始纠结了 我可能受到 MacBook Pro笔记本的影响 日常工作听不到风扇的声音 只有在视频导出的时候 才能听到风噪 我理想中的台式机 也应该是这样 开机后听不到噪音 玩游戏的时候 有噪音可以接受 为了达到理想状态 多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其实 现在的酷冷GX650也不错 80铜牌 全日系电容 五年至宝 性能没得说 当时购买的价格也不贵 绝对性价比 可惜静音这块 不符合我的要求 海运GX750是全模组电源 理线更方便 特别适合小机箱 不过网上有些评论 说海运这款带自动启停技术的 声音也很大 需要再研究研究 有了这套方案 就有了目标 美好就在前方 我要玩游戏去了 极品飞车21不错 找到点当年玩极品飞车9的感觉 关于极品飞车21 我还做了两个视频 一个是游戏显卡优化的设置 另一个是玩法的分享 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关注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